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也有着就想天天在家瘫着还可以一夜暴富的不要脸梦想呢 好消息好消息 别搞我实验室春节大放送 教你不用转心里也能发大财 接下来你只需在春节做这几件事 扫除困扰赶走焦虑 一夜暴富不是梦 过年三十晚上种上一颗白菜 在风俗传统上讲究的是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特别是白菜 谐音 百财 从外面移种到自己家屋里 就意味着把外面的财富抓在家里 所以有寓意家庭来年百财多的说法 大年三十晚上 周生敲响之后 拿油坛子在房子外转一圈 以前农村家里吃荤油 所以冻荤 谐音冻荤 寓意明年可以脱单 江苏各地过年习俗都有一些独特之处 苏州人除夕在饭内放进鼠笔棋 吃时挖出来 为之绝元宝 亲友来往 泡茶时要置入两只青丹兰 为之喝元宝茶 恭喜发财 扔筹帽都在除夕夜深远镜时进行 各家各户的大人 孩子 连睡前 都把头上戴过的旧帽子或旧头巾悄扔到大街上 老人说 这样做可以扔掉一年的旧仇 迎来一年的欣喜 天津人称正月初五为破五 这一天家家货富吃饺子 菜板要剁得叮咚响 让四鸣听见 一室正在剁小人 天津人把不顺心的事 归结到小人的身上 除掉小人才能大吉大利 顺顺当当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打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事别瞎听别人讲经 多看三观众的公众号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